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新冷戰又再升溫 昨天美國政府剛才宣布 不滿中國當局利用行政手段 阻撓美國航空公司 恢復和中國航點的民航班機 於是人家決定要亮劍 索性一拍兩散 決定禁止中國航空公司 所運營的民航班機 進入美國境內 這件事得到了戲劇性發展 在今日中國民航局極速跪低 馬上對美國方面作出讓步 我們首先看看 到底美國交通部 是怎樣指責中國政府 美國交通部說 中國方面違反了1980年所替結的國際航空協定 因為中方未能准許美國的航空業者 實現往返中國的定期客運航班服務 沒有辦法行使得到雙邊權利的全部內容 於是決定 自今個月的16日開始 7家中國民航公司將會被禁飛美國 分別是中國國際航空 東方航空 首都航空 南方航空 海南航空 廈門航空 和四川航空 即是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因為目前只有這7家中國航空公司 是有運營民航班機來往美國 這件事標誌著中美新冷戰繼續升溫 而且美國完全不會沦飾兩劍 也不會懼怕兩劍 因為美國根本不介意 在物理上與中國實施斷航 當然今次事件只是局限於民航班機 而貨運班機是不受影響的 但也反映得出 美國根本不介意 與中國在民航業上實施硬脫勾 為什麼呢? 因為對美國近乎是零影響 影響是微乎其微 在過去兩三個月 基本上來往中美之間的民航班機 全部都是由你中國的航空公司去經營 換句話來說 即是中美之間的航空交通 就是由你中國的航空公司來壟斷一段時期 即是變相找美國笨 所以美國又怎會介意與中國實施斷航 更何況就是美國一直尋求一些藉口 要在各個行業與中國硬脫勾 包括金融業、製造業等等 現在就連航空業都吹起了這個號角 但今次這個號角是誰先吹起的呢? 似乎不是美國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所說 今次這個問題 其實是觸及到特朗普對華政策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是雙方要對等 現在特朗普就覺得 中國已經賺了美國笨三個多月 到這一刻 你還是不肯批准美國的航空公司 恢復和中國航點的民航班機 這樣就等同於把整個航空業的利益向中方傾斜 就是違反了兩國的對等原則 中國當局一直是善於玩這個行政手段 在3月的時候就開始執行 所謂五個一政策 即是一家航空公司在一個國家只能夠保留一條航線 一周一個航班 故此為之五個一 在這個所謂五個一政策實施之後 往來中國的國際航班 就減少了九成 但是你減少九成之餘 你也要批准那些航空公司復航才行 你就一直繼續不停飛 美國的航空公司就被拒諸門外 難怪特朗普會這麼火滾 美國的航空公司其實都是跟著程序去申請 包括達美航空曾經申請過要在6月1日開始 恢復往來中國的航班 至於聯合航空也申請了 從6月15日開始 重啟三條往來中國的民航班機航線 但是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批准 到底在等什麼呢 是否要等你中國的航班賺夠錢才述准人家復航呢 實情在上個星期 美國交通部曾經以未能夠遵守通知要求作為理由 推遲了幾班中國的航空公司提出的包機 這些包機主要就是用作接走那班中國的留學生 好了 包機又不可以了 現在索性就斷了 中國的民航局極速為低了 到底中國民航局今天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自從今個月8日開始 所有未列入三月中旬解禁航班計劃的外國航空公司 可以在本公司經營許可範圍之內 選擇一個具備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 每個星期運營一班國際客運航線的航班 即是說中國一早就有條件去回應美國航空公司的訴求 只不過在過去兩三個月 就一直在拉布 一直在拖拖拖拖 不知道拖拖什麼 你一定要等到別人亮劍 一定要等到別人向你施壓 你才肯去作出回應 這些就是中國式的思維 無論是做生意好 做貿易好 或者做什麼都好 一定要相向護理 關係才能夠持續下去 中國就不是 永遠都說要你自己賺光 其他人就站在那裡 那些人怎麼會服你才行 等同於中美貿易戰 為什麼會發生呢? 就是因為你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以後 一直聲稱自己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好處你就拿到盡了 然後承諾你有多少遵守了呢? 包括開放中國的市場 或者是保護知識產權等等 托塔都答應入世貿之前 進了以後有多少是做得到 你中國自己去檢討一下吧 中國長期就是以這種不對等的形式 和美國去做貿易 於是當然是賺到巨額的貿易利潤 但是美國每年對中國的貿易赤字 就不斷地擴大 直至去到特朗普做總統以後 他就有這個決心來撥亂反正 他就是要縮減對華的貿易赤字 於是才跟你開打這個貿易戰 你說到底他搞這件事對不對 其實就沒有說對不對 他只不過是為了他本國的利益來著想 而這次事件就是沒有波及到香港的 國泰航空就沒有被美國交通部 列入禁飛名單當中 其實也是變相一個下馬威給你中國 就是告訴你 你打算可以不靠香港嗎? 你打算可以放棄香港嗎? 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當然美國勒起來的話 照樣可以封鎖香港 到其時你那班大陸旅客 要經香港往來美國的話 這條路也會封鎖 現在就未知 因為中國民航局已經有了一個新規定 就已經作出了讓步和妥協 美國的航空公司的訴求都達到了 美國政府暫緩禁飛的決定 也不出奇 因為這次不是要跟你中國永久斷航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事 今天就是6月4日 也是六四事件的31週年 蔡英文在Facebook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她怎麼說呢? 她說在地球上其他地方 每一分鐘就有60秒過去 可視在中國 每一年就只有364天 有一天就被遺忘了 她有一張配圖寫著6月4日 她說過去在台灣 我們也曾經有很多日子 不能夠出現在日曆上 但是我們一個一個把他們找回來 因為我們不需要再引力歷史 所以我們可以共同思索未來 希望這個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每一片土地 都不要再有消失的日子 也祝福香港 她的hashtag就是 自由的台灣支持香港的自由 我觀察到 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 有些本土派人士 對於是否悼念六四 有些不同的聲音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自由 去決定是否悼念 但同時你也說 每一個人也擁有他絕為忘的自由 米蘭坤德拉說過 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 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抗爭 其實悼念某一件事件 並不等於自動把身份認同 都綁架了 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身份認同 你說悼念六四是否等於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這完全沒有邏輯關係 大家都可以見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和台灣總統蔡英文 就著六四事件 都有他們不同的悼念方式 而蓬佩奧更加接見了 一些六四事件當中的幸存者 難道他兩位 會將自己的身份認同 還是中國人 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無論你的政治立場 或者身份認同 是甚麼都好 對於這些慘劇 對於這些悼念的活動 絕對是可以 胸襟是闊一些 不要將針對支聯會的負面情緒 拉到悼念活動之上 其實兩者是可以分開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